其实我们是从世界杯之后 然后做了一些调整 然后现在队伍呢 也会有一些新鲜的血液 进入到队伍当中 我们其实是希望在奥运预选赛之前 是有一个很好的磨合 然后在奥运会预选赛的时候 可以体现出一个完整的队伍的一个情况 肯定会有一些 效果不是很好 但是也会有不同的效果体现出来 也会有新的亮点展现出来 其实我觉得作为队长的话 就是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然后在比赛困难的时候 希望可以站出来 然后可以带领大家 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困难的时候 也需要我们这样的老队员 包括队伍当中 有一些老队员去站出来 然后带领大家 去解决这样的困难 其实每一个队伍的话 我们都其实想要去跟他们切磋 因为只有跟这样不同的队伍切磋 我们才会有更多的进步 因为我好像也有观察到他们是好像也有很多的不同的人员进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 对所以我其实也挺期待这一次的这个 对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 就是当你穿上国家队的衣服 然后有胸前有国旗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刻对你来说 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忘记的 也是一直在鼓励和一直在支持着我 坚持让我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